みなさん こんにちわ 大家好 我是安宁 我们在上周学习了 な行和は行 我们把学过的假名 对照评价名的表念一遍 あ い う え お か き く け こ さ し す せ そ た ち つ て と な に ぬ ね の は ひ ふ へ ほ 对照片甲名的表 再念一遍 あ い う え お か き く け こ さ し す せ そ た ち つ て と な に ぬ ね の は ひ ふ へ ほ も 今日我们学习五十音图剩下的部分 首先我们学习ま行 ま み む め も も 我们来看一下吗的字形 ま的平角名起源于汉字末代皇帝的末 片甲名的妈起源于千万的万 写法更加简单 片甲名的妈和片甲名的斯容易混淆 注意写法上的区别 妈从发音上引车的意思有满足的满 和表示多少的多的他组合成了满多 满多的 意思是又 还 在 Mata是副词 副词就是状语 又来修饰动词和形容词 日语和汉语一样 修饰语要放在被修饰语的前面 比方说又来了 修饰语又就放在被修饰语来的前面 满多 M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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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上的Mata Kayao 的意思是又怎么怎么样啊 比方说又来了又这样 我们是随着场景来翻译的 Ka是汉语的和诗和地的和的翻译 我们学过Ka的意思是添加的加 那么加的意思呢是从字形而来 Ka在此的意思是表示疑问的词 相当于中文的Ma 在这个句子里边我们翻译不出来 Yo 是感叹语又 所以呢就表示又这样 Mata Kay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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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多是Mata 倒过来就是多满 Tama 叫做特满 满引申为圆 圆满 对吗 所以Tama 引申为特圆 就是球状物 比如珠子 子弹什么的 T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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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身体上面的球就是头 头部 Atama Ata Ma Ata Ma Ata Ma 啊太满 Ata Ma Ata Ma 表示湿润的湿 的西 和满 Ma 组成了西Ma 也就是四周都是水的地方 就是岛 岛屿 西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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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岛屿就是 是吗 西Ma 西Ma 我们知道日本是岛国 基本上是由四个大的岛屿组成 最大的岛是本周岛 本周岛是个细长条 所以表示岛屿的西Ma 也有细长条的意思 西Ma 西Ma 想想西Ma 是不是在西瓜皮上也有 这个 搞无双 是一个西瓜的品牌 那西瓜怎么说呢 就是水瓜 英语不是也是叫做watermelon吗 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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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西瓜 只要稍微的闭一下 西 西 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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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瓜是音读 也就是从中文来的发音 我们中国人吃西瓜的时候 如果觉得不甜 就撒些白糖对吗 而日本人撒的是盐 盐叫做西欧 西是潮汐的西 味道很咸的咸 西欧 西欧 就是咸呀 西欧 我第一次吃盐西瓜的时候 特别不适应 当时我就问日本人 为什么要撒盐呢 他们说因为盐的咸味 能够提升西瓜的甜味 说实在的 接触日本三十年 我还是不适应这种吃法 スイカ スイカ シオ シオ 下一个单词是 マ エ マ エ マ エ 它既是名词 也是副词 意思是 空间上的前和前面 还有时间上的以前之前 前的汉字里面 是不是有月亮的月 所以日语的 マ 就是满 满月 エ 是挨着 叫做挨着满月 也就是满月之前的 这种解释 所以钱 叫做 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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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日本的首都 是东京 东京的旧称 叫做江户 我们去东京旅游的时候 可以去一个景点 叫做黄居 也叫江户城 江户叫做 江户 江户 就是江户前 意思是 江户面临的海洋 海产品 或是江户的风格 到了东京 吃寿司 和生鱼票的时候 有时候会看到 江户前的这个字样 就是东京的海产品 Edo Mai Edo Mai 东京这个名字 是明治维新初期的 1868年 由明治维新 三节之一的 日本政治家 大九保利通 改名的 江户时代 一共260年 也就是从 1603年 到1867年的 德川幕府执政的时期 德川幕府 一共15代将军 德川家康 是第一代将军 而江户 文明世界的 艺术典范 就是服饰会 那么说到服饰会 为什么对 欧美的艺术 绘画艺术 它产生了 非常深远的影响呢 我们从这张图 就可以看得出来 女子 举着放寿司的托盘 膝下的孩子 抓住女人的 和服的袖子 好像在闹着要寿司 描绘出来了服饰 也就是当时的 社会的情形 从服饰会里 可以了解当时的 这种社会的 风土人情和 衣食住行 在东京 在东京有一个车站 叫做两国车站 两个国家 两国车站 它附近呢 有一个叫做 大江户博物馆 可以去看一看 那寿司怎么说呢 丝洗 丝洗 单独使用的时候 要加上表示礼貌的 哦 也就是 宫内御医的 这个御 哦丝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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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觉得 有一点难发音吗 因为像我们北方人 我是北方人 那北方人呢 他习惯于 把这个嘴张得很大 哦丝洗 我就觉得特痛快 但是这个丝 在日语里边 嘴要稍微的闭一下 所以叫做 哦丝洗 哦丝洗 这个嘴就要 比较矜持 其实 这是我 认为日语里边 最难的地方 哦丝洗 这多痛快 它叫 哦丝洗 哦丝洗 就是嘴不要张得 很大 就完美了 我记得 我小的时候啊 我妈呢 她是老北青 她说寿司的时候 就老说成 四喜丸子的四喜 我今天要吃个四喜 你就觉得特别的土 所以 说日语 就像是无音一样 非常的柔美 矜持 四喜 哦四喜 四喜 哦四喜 我们看到汉字 有表示 发音的这个寿司 还有一个是 根据意思而来的汉字 指 也就是鱼 加上宗旨的指 意思就是鱼是宗旨 鱼是主要的 那如果鱼不是主要的寿司 还有什么呢 其中一个就是 卷寿司 我们叫做寿司卷 卷就是圆的方向 圆叫做マ 方向叫做ク 所以卷叫做マク マク マク 满阔 你想想是不是很满的 把这个东西都阔在里面 マク マク 圆的方向 マク マク 下面是慢一次 叫做マツ マツ 意思是动词的等待 所以从翻译上来看 マ的意思有满和慢 叫做慢一次 等待 マ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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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的日本认为 神灵是住在松树上的 所以松树也叫做等待 神灵在等待 マツ マツ 松岛 松岛是日本三井之音 マツ シマ マツシマ マツシマ 我们知道日本人 喜欢用数字三来举例 日本三井有 广岛县的宫岛 宫城县的松岛 京都府的天桥栗 マツシ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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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照片 是我在1995年 去宫岛的时候照的 旁边有只小鹿 去过奈良的人 都知道那里的特点之一 就是宫岛县的 就是寺庙外面 有很多小鹿 小鹿叫做 シカ シカ 我们之后学到奈良的时候 还会提到鹿 シカ 下面学习 咪 咪的平甲名 起源于美好的美 片甲名的咪 就是把起源的 汉字三 写成了向右下方的倾斜 片甲名的咪 和西 很像 所以它们都有水的意思 我们今后还会学到 那上面的球 也就是头部 阿他妈 你上面很像 数字的三 有两个很像 数字的三 在你的阿他妈上 两个数字的三 是什么呢 就是耳朵 所以耳朵叫做 三三 咪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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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 日餐里有酱汤 酱拉面 酱 就是 味增 其实味增 就是把日语里面的酱 直接翻译了发音 也就是假介字 比如 肯德基 麦当劳 麦当劳是从发音 翻译的 而金骨门 是从图形表达的 M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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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酱 日本有酱 也就是大豆做的酱 我们也叫做黄酱 但是我们还有甜面酱 日本的甜面酱 都是从中国进口的 因为日本没有 所以甜面酱 日语就叫做 甜面酱 还有类似的 你猜猜是什么啊 Mapotof Shorong Po 青椒肉丝 猜出来是什么了吗 麻婆豆腐 小笼包 青椒肉丝 酱 叫做味增 M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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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的单词是 Machi 又满 又满又齐全 什么都有 就是城市 还有街道的意思 满旗 Ma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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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Machi 小的是什么呢 是Michi 因为Mah行里Mah最大 M比Mah小 所以Michi Michi 是道路 就是比城市要小 Michi 是道路 Machi 是城市 Machi Michi Machi Michi Machi Michi 下面学Mu Mu的评价名 起源于武功的武 片甲名的Mu 是汉字谋 去掉了下面的牛 容易混淆的是 片甲名 S M Mu 片甲名主要用于欧洲的外来语 所以用的比较少 我记得我曾经跟我弟弟说 咱俩比一比吧 比谁日语好 因为我弟他是从小学就开始一直在日本 我是18岁才开始正式学日语 但是我们语法强啊 所以就吹了法罗 就吹了牛 他当时的回答就是说 咱俩读片甲名吧 看谁读得快 我马上就说 你快 这就是因为我们在国内学日语的时候 记住片甲名太少的原因 那么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是在单词里面记甲名 只要记住一个外来语的单词 也就是在这个单词里面 自然就认识了这个片甲名 我有时候也会突然想不起来片甲名 所以就像我知道的单词 自然也就想起来了 下面我们学的单词是闷死 母死 就是蒸包子的蒸 想想蒸是不是一直在闷 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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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思应该是汉语的 做事情的做的发音的变化 因为日语从汉语借助发音的时候 只能取其中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 嘴形是不能够变的一个音 所以 自我做 做 就取了自的发音 因为做 这个嘴变形了 对吗 也就是原因是两个 乌和欧 所以就取了一个嘴不变形的叫自 现代日语里面变成了轻音的斯 嘴就是做 也就是说 把嘴想成是死 是利用了右脑的凭空想象 而把嘴想成是做 是利用了左脑的逻辑思维 蒸和热 组成了形容词闷热 母 西 阿 子 以 声调是两边低中间高 我们知道 越长的这个单词 越是两边低中间高 母虚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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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动词 母虚的变形 今后我们再学 闷热 母虚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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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的单词是 闷 就是 摸 加上了 做的 斯 意思是 结合 闷死 结合在一起 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 分离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也表示结婚 那么结婚后 所生的孩子是什么呢 就是儿子 所以叫 母 虚 漢字是 西子 有一个电影叫做 母虚 可以看一看 下面学 妹 妹的评价名 就像起源汉字的女 片甲名的妹 是把女 拆了 也就是 一瓶 加上了一个点 容易混淆的是 片甲名的 の 和片甲名的 妹 妹 比 の 多了一个点 接下来 学的单词 是叫做 女了女气的 中文 女了女气 是不是有两个女 所以日语 也是有两个女 叫做 妹妹し 妹 妹 し い 妹妹し 妹妹し し的意思是像 也就是像个女的 妹妹し 妹妹し 这张照片上的 奴隶的奴的意思是 贬义的人 又也 又次 所以叫做 や つ 叫做 やつ 也次 や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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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し やつ 就是 女了女气的人 我们之后还会学到 や 妹妹し 妹妹し 我们学了 息子 是 儿子 女儿叫做 母 姿 姆 姆 子 后边再加个女 也就是 结婚后生的女的 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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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汉字写成娘 我原来在日起的时候 公司里有不懂日语的人 然后他们就说 哎呀 这个日本人呢 他把女儿叫做娘啊 可怎么好 其实娘是姑娘的娘 不是老娘的娘 说白了 还是中文的博大精神 造成的误会 这张照片是日本的烧酒的名字 日本有大米酿造的清酒 还有用高粱酿造的烧酒 儿子 息子 女儿 娘 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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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一年当中有很多的祭祀活动 这时候会有一些日本的舞蹈 形容舞姿非常优美 艳丽 美艳的时候 用的形容词就是 那么美呀 那么美 日语叫做 那 妈 美 卡 西 卡是添加的加 西是像 就是那么美 那么美 感觉到这个西再加上了一以后脱长了吗 下一个单词是眼睛 因为妈是满的意思 引申为圆 圆圈 所以妈行里边都有圆圈的意思 眼睛呢也是圆圈 目 目 目 手 耳朵是耳朵 头是 头是 眼睛是 鼻子是 出气的地方 鼻 就差了个嘴对吗 嘴的汉字是口 念成 口 哭 就是口 气 是起球的起 口 加上起球的起 不就变成了吃这个汉字吗 所以你就记住 口就叫做 口 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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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你也可以想 口哭这个口 就叫做 苦苦的起球 因为孩子在最小的时候 他有一个时期 叫做 口唇 鸡 也就是说 他必须要通过吃 必须通过嘴 然后呢 才能够去感受到 舒适 所以叫苦苦的起球 你看那孩子一哭 为什么呀 不就是因为他饿了吗 最主要的 哭气 就是口 苦苦起球 日本的动漫 非常发达 我们曾经学过 日本的妈花大师 是首肿之虫 去年 新海城的动漫 你的名字轰动了世界 动漫 就是从英语来的外来语 叫做 anime 或者叫做 anime 表示声调的数字 第一个数字 就是用的最多的声调 anime anime 你看 a 你记不住吧 你就想的是 a信的 a的这个耳朵旁 那你记不住的话 也没有关系 你就记住 anime 这个ni不是二吗 数字的二 就在一个单词里边 去记 这个 片价名 也就是说 你一看到这个单词 我就知道它是动漫 那我自然就念出了anime 那我自然就知道了 an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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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学mo mo的评价名和片价名 都起源于毛 评价名mo 是去掉了毛的最上面的一瓶 片价名mo 是去掉了下面的一横 反正都是去一个 浑身长满了毛的水果 就是桃子 就叫做毛毛 日语是 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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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毛以外 还有猛烈的猛的意思 所以猛烈 日语有一个单词 叫做森林的森 森林的森 是三个木对吗 也就是很多的木头 木头很猛烈 日语的森林 叫做 mo l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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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猛烈 它没有读成 mo li 它读成的是 mo li mo li mo li 从翻译上联想 mo 还有 mo 须有的 mo 的意思 然后加上表示 跟名字有关的 no mono 就是物体的物 意思是东西 中文的物体的物的右边 是物要做什么的物 对不对 意思是 表示否定的不和mo 所以日语也是一样的 mo 就是mo 就是物 加上no 就变成了名词 食物 物体 人物 动物 植物 是不是都能用物 所以mono的汉字既有物 也有表示人物的这个者 意思是 东西和人 我们之前学过no 是接在名词和名词之间的注词 意思是de 但是还有其他的叶字 总体来说跟名词有关 同时也代表名词 今后我们学语法的时候 再深入学习 mono 东西 m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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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语的和服是着物 也就是穿的东西 叫做 kim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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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是无音的起来的起 生气的起 起来就是穿起来 所以kimono 就是穿起来的物 就是和服 kim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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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是日本的咸菜和泡菜 叫做 自物 自的意思就是浸泡 自在日语里面翻译就是自 但是现在念成了轻音自 而 ke 就是开 kimono 加在一起是 附着和浸泡 前面加上表示文雅语气的 o 就叫做 o tsu ke mono 就叫 自物 自物的意思就是 泡菜 o tsu ke m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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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菜 咸菜 有很多人说呀 日语是笑着进去哭着出来 我觉得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他日语长 你看中文叫泡菜 咸菜 两个字搞定 但是日语叫 o tsu ke mo no 弄了五个字 有很多人又说了 说日本人说啊特别快 我个人认为是因为 日语比其他的语言要长 他说不完他着急 o tsu ke mo no o tsu ke mo no 泡菜 o tsu ke mo no 他就会有这种感觉 当然不会像我刚才说话那么的快了 感觉有点声音 不是那么的流畅 o tsu ke mo no o tsu ke mo no 我们再来念一遍 ma ha ma mi mu me mo 下面学习呀行 ya i yu e yo 现代日语里面的呀行只有 ya yu yo ya yu yo ya的评价名和片价名都起源于也 评价名的ya如图所示 有上面的一点 可以穿过它 也可以不穿过它 两个ya 意思就是与其声音的稍微 因为ya 从发音上是一呀学语的呀 小孩才一呀学语呢 所以ya的意思是小 ya yu 就是小小 就是稍微 我们学过sukoshi 记得吗 日语叫 suko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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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气相对柔和 ya y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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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表示小的这个ko 也就是ko 再加上表示好像的像的si 再加上形容词的标志一 就组成了 ya yu ko si y ya y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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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琐碎的 繁琐的 ya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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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yakoshi的形容词的标志一 相当于的 所以形容词的后面直接加上名词 yayakoshi hanashi 它的意思就是麻烦的话 麻烦的话题 麻烦的事 yayako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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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koshi 也就是说 你不要有太多的欺负 yayakoshi hanashi 是这样的感觉 yayakoshi 就晚上降了 yayakoshi hanash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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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多练 你多练几遍 就一定能够受快了 下面学yu yu的评价名和片价名 都起源于 里游的游 我们在第一次讲过 汤是热水的意思 汉字汤 念成了yu 意思是热水 温泉 我三十年前在日本的时候 跟一位中国的朋友说 我说日本人不好好学我们的汉语 把汤叫做热水 当时人家就说了 日本人学的是古代汉语 那是赴汤导火的汤 没听说过赴汤导火的汤是鸡汤 所以我当时特别尴尬 想想自己太年轻 太青涩 还记得蓝色和不成熟的 OE吗 所以我想年轻就要多看 多听 少说话 多学习 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中医里边讲究的是保温 所以我们中国人普遍喝热水 对吗 到哪个国家都要带上个保温杯 我的一个朋友跟我抱怨说 说日本的这个保温杯的保温效果太好了 想喝的时候还是烫的 什么时候都是烫的 喝不了 我说日本人用保温杯 主要用于保温冰水 我们中国人多用于保温热水 热水就叫做汤 叫做欧油 欧油 欧油 也就是说 如果想说热水 通常前面要加上欧 就是欧油 而欧 一般说话的时候不单独使用 看的时候常见 一般都是用于温泉的名字什么的 热水 欧油 下面是风很富裕 就是风大的风强的季节 就是冬天 冬天日语叫做风雨 风富裕 浮雨 不是浮雨 是吹气 浮 叫做浮雨 浮雨 冬天的感觉就是雪 冬天的感觉就是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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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冬天 雪 是气 就是感觉 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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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的评价名和片价名都起源于给语的语 但是片价名的YO和YU容易混淆 需要多注意 YO从翻译上联想是晃悠的YO 在身体的左右来回晃悠 就是横向的 汉字写横 读作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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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方说这个人坐在我的旁边 就是 Yoko Yoko Yoko和道路的 道路组成了 横道 就是主路两边的岔路 还有旁门左道的意思 Yokomi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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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从翻译上联想还有优良的YO 所以加上形容词的标志Y 就组成了YOI Y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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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字写优良的梁 Yoi 是Y的古语 与其声音 还有一个我们知道的就是Yoshi 它是更加的古语 西是像 现代日语里的Yoshi 是好 行的意思 如果拉长了音Yoshi 就像是老爷爷 要么就像日本鬼子 Yo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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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我们开始做了 好 我们开始行动了 Yoshi Yoshi 下面学拉行 拉 里 る れ ろ 拉的平价名和片价名都起源于优良的梁 平价名的拉和七很相似 拉不出头 七出头 片价名的拉和夫容易混淆 拉比夫多一个横 从五十音图的汉字起源可以组成的词是日本的古都奈良 奈良 奈良是奈良时代的首都 奈良时代是从公元710年到784年 日本正式学习文字就是从奈良时代开始 然后在那之后的平安时代创造出来了五十音图 奈良时代是以佛教治国的时代 浅堂时也是那个时代 我们都知道建真和尚东渡日本传播了佛教 开创了日本佛教律宗门派 建真和尚的像安放于奈良县的唐昭提寺 之前我们提到了小鹿 鹿是天家的家 相当于鹿里边的这个笔 也就是两个匕首的币 币加币就等于卡嘛 所以鹿念成了天家 有天家的家 下面是鹿 鹿的甲名都是起源于利益的利 像个利刀旁 风利就是哈利 哈是哈吐气 引申为发 风利的风 所以哈利就是风利 就是针 还有针灸的针 钉书钉的钉 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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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是唐朝栗子的栗子的利 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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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框 栗是栗子的栗 栗子外面有好几层框着的 包裹着的壳 对吗 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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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学鲁 鲁的评价名起源于流学的流 下面的卷 就像是舌头卷起来 片甲名鲁的起源是流水的流 字底好像是儿子的儿 字底好像是儿子的儿 不在家叫做留守 日语叫做路死 这个丝 它的起源的汉字是寸 而手的主要的部分就是寸 所以手就按照寸来念 路死 下面学 勒 勒 起源于汉字 礼节的礼 片甲名的勒 就是礼的右边的部分 平甲名的礼和礼相近 而礼和礼又很相似 所以需要注意 平甲名的礼和礼就差一个品 礼从翻译上联想有种类的礼的意思 礼 这个 これ 那个 それ 那个 あれ それ 是说话人知道 而听话人不知道的 あれ 是离两个人都远 或是两个人都知道的 下面学 礼 礼的甲名 起源于吕不韦的吕 片甲名的礼 就是一个口 平甲名的礼和礼 区分的时候 礼 下面的开口 嘴是张开的 礼 礼的卷 就像是舌头的卷起 日语的地方 叫做 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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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框 礼 是四方 四方块 这是从片甲名的 ロ的字形联想的 土的四方块 就是地方 とこ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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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地方就是 いいとこ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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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 西路 就是西少的下路 没有被沾染 就是白颜色 蜡笔小新的小狗的名字叫做小白 白色的 黑色 是黒 空是方向 摟是下落 就是一直涂抹 越抹越黑 黒 黑色的 最后我们学 最后我们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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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假名起源于汉字 以和为贵的和 所以和就是哇 评价名的哇 ね nu れ 容易混淆 片假名的哇 ら ふ 非常相近 还是那句话 在单词当中记忆假名 区分假名最有效 给大家介绍一个 日本NHK教育频道播放的 Anime 叫做柴犬阿旺的和事生活 每集五分钟 讲的都是日本的文化和风俗习俗 哇 就是和 哇 哇 哇 所以 和谐的意思就是圆满的 也就是圆圈 汉字是车轮的轮 意思是圆圈 哇 哇 所以五十音图里面有七个圆圈 第一个是嘴形的 是圆的 这个 哦 还有妈行里边的五个 最后一个就是哇 带泥的圆圈 带泥的圆圈 就是院子 汉字是庭院的庭 泥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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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的圆形的圆和院子的院 是不是也是同音啊 泥哇 泥哇 下面是 我 这个假名应该念成的是 我 但是因为口语里面有时候不好读 所以有的人就发成了 哦 他要读成 我 我 我 练习的时候先发 哦 然后把嘴壁上再睁开 我 哦 我 哦 我 我 不是我 是我 我的评价名来源于远近的远 片甲名来自知乎者也的乎 片甲名的 哇 啦 fu 我 容易混淆 片甲名用的不多 所以先不用有心理负担 以后在单词里面记忆就可以了 我 在现代日语里面表示住词 它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把饭吃了 把单词背了的把 另一个表示移动 我们想说 把这个 把那个的时候 就是把注词 放在名词的后面 因为注词是帮助名词的 所以要在名词的后面 kore wo kore wo kore wo sore wo sore wo are wo are wo 没觉得这个 在发音的时候 通常这个嘴 是比较小的吗 声调零的意思 是在后面加上了注词 注词的声调 也同样高的意思 kore wo sore are 的声调都是零 后面加上注词 还是高调 kore wo sore wo are wo 最后一个假名是 n 是鼻音 它是不能单独使用的 今后我们学习 鼻音的时候再学它 我们今天 把五十音图都学完了 今天的课程有些长 但是我们还有一周的时间 可以多听几遍 我们通过四节课 知道了每一个假名都有自己的意思 由发音 和字形 或者嘴形 引出了意思 第五课和第六课 学习附属的发音 这周还是每个假名写十遍 学过的单词分别写五遍 多念 多听 在单词当中 记忆假名是最有效的方法 我手里拿着的这个日语词汇新思维 今后能够帮助大家记忆单词 祝大家学习愉快 下次再见 大家辛苦了 お疲れ様でした 再见 さようなら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